政府建议修订保护海港条例 强化规管大型填海 并为涉及填海的小型海港改善项目拆墙松绑 条例回归前已定立 需要证明有凌駕性公众需要 否则为港内不可填海 发展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 建议定定规范大型填海机制 填海长野人需要以备填海 是否符合凌駕性公众需要测试 以推翻不可填海的推定 副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考虑和决定 发展局有建议 容许符合条件下 可以填海进行改善海港工程 包括填海面积不得超过0.8公頃 并符合指定的类别 例如海濱长廊、行人板道 和单车径等的设施 局方下星期三 会咨询海滨事务委员会 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重案